現在關心紅海的投資人終於看到了 今天股價開低後中場由黑翻紅 尾盤爆出了7397張的交易量 正式佔上200元的郭董退休目標價 也創下16年多來的新高 不過專家表示近日的漲勢 已經提前反映外資回補的動能 接下來可能將會進入區間盤整 而外資週一也終止了連續7個交易日的買超 轉為掃賣89張 8年前紅海創辦人郭台銘一席話 就像股價緊箍咒 到2023年為止 紅海股價長年在100元附近不動如山 2019年郭台銘交棒給劉揚偉 2020年最低還來到65.7元 彷彿不想看到科技強人退休 2021年最高也只來到134.5元 2024年紅海總算因為搭上AI熱潮 脫胎換股一路從年初的104.5元起漲 在劉揚偉接掌紅海即將借滿5年之際 終於衝上200元關卡價 創下16年多來的新高 大家應該很嗨吧 因為已經久違了200了 那也感謝那個我們的郭董 他的金口說一定會回到200 那也感謝那個我們的劉董 也是領導有方 進的不錯這樣成績斐蘭 短期再迎接300然後再看400500 持有紅海超過26年的黃雪分說 總算看到心裡的第一個目標價 周一紅海原本一路在盤下震盪 中午過後在買盤加持下翻紅 更在最後一筆7397張的大單加持下 成功佔上200元大關 除了電動車題材外 近期黃仁勳來台助政 平蓋股受惠也激勵股價漲勢驚人 能夠到達200最主要的原因 完全是因為紅海現在的策略跟方向 轉到了以AI伺服器為主 紅海過去的外資賣得非常的多 這幾個月因為對於AI伺服器 紅海的一個佔比有可能未來提高 所以就給它比較高度的肯定 才做回補 外資截至上週五連續買超紅海7個交易日 張數達到133807張 不過外資週一卻轉為小賣89張 終結連期買 專家表示目前紅海已提前反映外資回補的動能 股價處在高檔 接下來可能將進入一段橫盤整理的階段 提醒投資人多加留意 記者雷安蘇惟明台北採訪報導